在今天的大台北趴趴购单元当中 要带您来看长庚商圈 一家蔬食料理的面疙瘩 与清甜的蔬菜汤头 五种颜色的蔬菜 搭配手工揉制的面团 让民众吃进满满的营养 而更赞的是只要同版价格 因此吸引了许多偷客前往 因为我常常来这家店吃 那它的面疙瘩非常好吃 因为它是手工的 所以每次的话 我要先预定一下 才有办法吃得到 因为它手工 然后它那个汤很特别 是它用青菜熬出来的汤 所以很清甜 刚好符合像夏天很炎热 有时候饭也吃不下 但是你来这边吃的话 你会发现它非常爽口的 口感不错 蛮健康的也很好吃 是朋友介绍才来的 口味不错啊 蛮清淡的也蛮养生的 对啊 吃起来 对啊 蛮 就是觉得口味还不错 清淡好吃 是不少外食足的选择 大碗的面疙瘩 配上五种颜色的蔬菜 又让顾客吃得健健康康 我们里面有蛮丰富的蔬菜 然后有高丽菜 鹅白菜 然后还有红萝卜 白萝卜 金针菇 木耳 面筋 那就在这个碗里面 可以看到五种颜色 那希望大家就在吃这碗当中 可以有均衡摄取到 不一样的养住 真理推广健康饮食 业者本来还有便当等多种选择 但人手不足 年初时夫妇俩都过劳病倒 休养了一个多月 健康回来后重新思索 决定以最方便的面食 一样准备满满的蔬菜 让顾客吃尽健康 味道刚刚好 它的东西都是属于真材实料 那有些部分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所以吃起来的话比较清爽 因为像一般素食店的话 都比较油腻一点 那他们家的东西 就吃起来是比较清爽一点这样 我觉得它这一家的面 非常的健康 因为之前都是手工的嘛 然后它的蔬菜啊什么 我觉得都处理得非常干净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汤头 都没有加任何的味情 然后这个其实都喝得出来 因为其实来吃过蛮多次啊 然后它的汤都还算蛮天然的味道 就是比较没有添加那种 会素啊那种感觉 而对酷热的夏天 业者也准备了秘密武器 冬瓜茶 先炒口味的冬瓜茶 由女儿们的加持 退火又补气的冬瓜茶 广受好评 店他们的冬瓜茶非常的好喝啊 那主要是里面其实 还看得到有冬瓜粒啊 然后其实老板是用黑糖去调味的 所以呢他不会去 他不会死甜 可以喝得到淡淡的冬瓜清香 我们现在啊 因为夏天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店里就推出 就是说养生健康的五味冬瓜茶 跟冬瓜鲜草蜜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夏天啊 就是说可以吃喝得比较健康 那因为外面很多那个甜品 其实都会加一些化合物啊 添加剂 那其实有一些老东西 其实是不错的 那我们的冬瓜茶 就会加上薄荷牛磅 然后跟啊就是真的有 冬瓜果肉的冬瓜糖块 然后下去熬煮 还有其他的 一大碗的面疙瘩 搭配夫妇俩的烫青菜 或是卤豆腐等小菜 铜板价格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再带朋友来 鬼门关前走一遭 夫妻俩更加珍惜现在所有 也致力推广健康饮食 要让更多人知道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